那剛剛的同學提到就是這個字的部分 可不可以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我會建議你可以先用群組的概念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邊有沒有跟 其實跟我一般現在Fotoshop一樣 除了開一個新的圖層 有沒有一個資料夾的概念 這就是所謂的群組 那你可以把這個開一個新的群組 那我就把我的字就丟到裡面去 有沒有 就丟到裡面來 那這樣會比較 你會比較好做 等於說我到時候在移動群組的時候 我就是 一起移動就好 那這樣也有個好處 我們剛剛如果你有六個字五個字 是每一個圖層要個別設定那個 混色模式對不對 你如果變成一個群組之後 我可以針對群組直接設混色模式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 剛剛沒有講這個 現在知道也不完啦 對不對 所以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因為其實如果你把圖層合併了之後 是不是你的字的距離位置都不能改 你等於說他們就固定下來了 那如果你是群組的話 我可以針對群組直接做移動 點到他 等一下 群組 群組我記得可以啟動 好 沒關係 這個我等一下再確認一下 至少就是說你有群組概念 那這樣要顯示你檔面比較快 對不對 好 那麼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喔 再來看一個這個 你看我們這裡面 還有這種圖對不對 這種圖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用找的是一種方法 但是想要自己做不會 當然是可以的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文字雲 你可以到這邊 文字雲的也是線上服務的一種類 你看我沒有幫你準備好 好幾個跟文字雲有關的 有沒有 那 這一種的是 我看一下 第一個的 這個文字雲 好 出來了齁 那第一個文字雲的話呢 你可以從這邊 直接點進去 不過呢這個地方齁 我不確定各位能不能看得到 因為他這個網站是要用JavaScript 不是Java 所以如果你的電腦裡面沒有Java的話 可能會不行 比如說我先找一個網站好了齁 比如說在我們學校的網站 好 那我在這邊直接 產生 像我這台電腦上面會 電腦上面不行 齁 這裡 這是他的首頁 自己的 如果你點了沒有作用的話 就表示你的電腦裡面那個Java 不OK 那沒關係 我們就先換一個 你可以先換另外一個齁 反正這裡有好幾個文字雲的 第二個你也可以找這一個 那這個的話呢 你可能 可能啦 你的電腦也許需要用IE 我很少建議你的電腦 游規短器用 但是因為現在慢慢的啦 慢慢的就是 因為這個網站 他用的是微軟的一個叫 Sleeve-like的這個 爬格影 就好像Flash 就像Flash一樣 那現在 Google Chrome是確定不支援 確定不支援 所以你點這個網站 點開之後 如果你進來之後 如果不OK的 不OK的 你就 看一下 這裡 這個齁 我把它複製起來 我拿到我的 用IE打開 好 那麼 你要做哪一種效果 因為這個 它有支援中文 有支援中文 它好處有支援中文 所以 你可以直接start now 那萬一 萬一你的電腦裡面 應該是我們這邊 如果沒有裝那個 Sleeve-like的播放程式的話 你可以看在這邊 我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 我有告訴你 有沒有連結 只是你可能在我們這邊 沒辦法安裝 因為各位的權限 在這邊不能裝 我先做給你看 但是你回去 你可以試看看 好 你看這個 有沒有 你如果進來這個網站之後 你可以來這邊 把這裡內容的部分 你看我從這邊 你有其中選擇 一個是直接貼網址進來 直接抓那個網站上的就好 另外一種自己打字 有沒有 自己打字 打你想要的 也可以 比如說你看我們剛剛的 我們剛剛的 假設我今天就是要用我們 這個中正的 好 我就放在這邊 我就把它送出 它就幫我抓中正的這個頁面的 對 有沒有進來 有沒有進來 這樣不會太過分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形狀不喜歡 對不對 怎麼辦 這裡這裡 形狀 有沒有看到很多不一樣的 Apple的Apple 它就做給你看 其實我喜歡這個網站 但是因為它真的還蠻有創意的 先看一下 I know 跟Apple有沒有 對啊 所以我們 這裡面有好多 而且你還可以自己增加形狀 自己找一些 找圖 就傳上去就變成你要的 這個不錯 然後呢 或者是你直接變成字 有沒有 打你想要的字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想要貓的 就用貓的 點完了 它就直接變給你看了 那色系你不喜歡 你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很多色系可以選擇 所以千萬不要告訴我 你會用一個字一個字打 有沒有一個字打 一個字打很累 對不對 我們用字就可以拼好了 很快嘛 你要哪一種的 自己弄一弄就好啦 那做好了之後呢 怎麼辦 要拿出來對不對 那如果你測試了很多之後 後來發現 還是蘋果最好 怎麼辦 它你做過的歷史步驟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裡 你剛剛做過的 我剛剛做過的 有沒有都在裡面 所以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你覺得還是蘋果好 你就點一下 就回來蘋果 就回來蘋果 那最後呢 你要拿出去的話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存檔 那它有一個跟別的線帳服務 最大不同的是 它有提供很大尺寸的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16MP的 16 1600萬像素啊 這樣你要做印出來大張的 是比較沒問題 對不對 因為一般其實像這類的服務 大部分都是跟螢幕上尺寸一樣的 所以可能如果你要做比較大的 大概就沒辦法 就沒辦法 所以 雖然說它是需要安裝一個剛剛那個SleeveLite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創意是很不錯的 創意很不錯的 你可以從這邊是直接選擇 那一樣有JPG跟PNG的選項 一般來講我還是選PNG會比較好 PNG比較好 那 這是 如果說 你電腦裡面可以用的 那萬一你現在電腦裡面 不能裝怎麼辦 因為待會你們可能要試一下 沒有關係 我還有一個替代方案 在這裡 一二三 第二個 有沒有 匹克幫的 這個 我直接在新的頁面打開給你看 這個有中文的 直接介面就中文了 好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進來的 好 點進去 好的 那因為現在網路真的太慢 所以這個 可能 大家看不到 那沒有關係 那麼 剛剛也跟 看一下同學這邊的電腦 Java不能用 也不能安裝SleeveLite 所以你就看我剛剛那個就好 那怎麼辦 還是要給你找到啊 所以呢 我們用搜尋的 好不好 我們要搜尋的 請問 如果你要找剛剛那種圖 你要找什麼關鍵字 你覺得找什麼關鍵字好呢 不知道 因為裡面字好多啊 其實 你可以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直接找 這個志工 好 志工也可以找到一些 Valentia 對不對 你可以找一下 這樣也會找到 那如果你要找那個 其實可以加上一個Tag也可以 因為其實那個 我們一般稱都標籤員嘛 叫Tag Cloud 一般那個是用在 用在 本來是用在網頁上的 有沒有 一般部落格啊 或者搜尋的 就是說你今天 我搜尋的頻率比較高的時候 是這個關鍵字就比較大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那個一般我們叫做Tag 標籤 所以你可以找看看 這樣也可以找到一些 有沒有 所以其實 說真的 關鍵字我蠻建議各位 就是把它組合起來用 你如果組合起來用 每次都用單一個自找 有時候就是 沒那麼精準 你可能要翻好幾頁 也許要十幾頁以後 才會找到你要的 好 那 像這樣就會比較容易 這樣了解了嗎 你如果要再多一點點 你可以找PNG或SVG 再搭配一下 看看 有沒有 比較接近的 比較接近 一般那個應該都是PNG比較多啦 哇 又變慢了 呵呵 所以我剛剛那個 這樣應該就夠了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找到幾個的 好你就可以找 好那 這一張呢 其實因為我要拿一張 背景圖用的 所以其實不用太清楚 也沒關係 齁所以尺寸就不用太多 那你可以從這邊呢 你看齁 我們在這邊 我也有幫你準備 對 開啟成為圖層就好了 你就找到 我們剛剛 我在這裡念的 好 這裡有 Volunteer 應該是這個 有沒有 我已經有幫你準備好了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都要幫你準備了嗎 呵呵 網路慢了之後 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快一點齁 好 那進來之後呢 我就把它移下來一點 因為現在我是家在哪裡 加在這個群組裡面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受到那個影響 混色模式啊 進來之後就直接受影響 如果你不希望他受影響 那當然你就 把他移到外面去就好了 就把他移到這個圖層之外 有沒有就正常的 把他調整大小 剛剛大家就會了吧 這樣OK嗎 可以齁 所以這個 標籤雲的部分 可能就要麻煩各位自己回去玩玩看了 好 那給你用一下囉